那你有沒有去拜過峽海城隍廟 當然有啊 我跟妳說全台月老廟都拜過了 我還可以寫出新的 那妳這樣子會讓大家覺得全台灣的月老廟是不是都不準 為什麼妳在身邊還沒有人 沒有 有準過 就是我覺得最準的應該是台南的五廟 喔 是嗎 台南五廟就是它旁邊有個月老 然後月老廟很靈驗但很小一間 為什麼會覺得靈驗 因為那時候我就跟他求說我要什麼什麼條件 果不其然就沒幾個月我就交她男朋友了 而且條件一模一樣 真的假的 但是我少說一個就是脾氣要好 因為我那前男友的脾氣超差的 就是真的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哇這一家五廟真的是很靈驗 欸 我跟妳講妳這個讓我想到一個經驗 就是我有一個國中同學 然後我們是在某一次的同學會上遇到 他就是他已經結婚了有小孩然後非常的幸福 然後我們就很好奇啊 就說那妳老公是就是怎麼認識的 他就說說來真的是緣分 他說他一直交不到男朋友 然後呢他有一天他就去那個峽海城隍廟 就大稻城那一家 然後他就跟月老求 他說希望對方是一個穩定的鐵飯碗 然後呢他的身高要多高 然後呢長相大概要怎麼樣 然後還說呢他就是希望可以就是 他是一個什麼公務員最好就是穩定 然後結果呢他在求完大概才一個禮拜吧 這個男生就出現了 然後他在台電上班 然後身高條件外貌完全都符合 然後我就想說真的假的他說真的 然後後來呢他們又再去求 就是說他想要有小孩 他就跟那個助生娘娘還什麼的 結果求完沒多久他就真的懷孕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夏海城隍廟也太神了吧 夏海城隍廟很準 就是還蠻厲害的 有很多人會說在這裡求很好 但是一定要很仔細的把它講完 DETAIL一定要講仔細是不是 我有朋友真的是列了一張紙 他念完箱都燒了一半了吧 真的 因為要講很細很細 可是你還要特別聽到 喔他的脾氣要好 我覺得要很多東西要提耶 很多東西要提 真的很多東西要提 但沒有辦法你要很仔細讓他知道 他才可以媒合啊 你看我第一個就是 可能沒有講得很仔細啊 就大概的符合都有 那你有沒有考慮再去一次台南的舞廟 後來因為後來就比較少回去了 因為台南人 對對對 然後但是我覺得 小海城隍廟也蠻有名的 我跟我朋友還曾經 就為了要讓小海城隍廟裡面的月老 記得我們 我們就約好 就每個月都一定要去拜一次 真的有用嗎 就沒有啊 後來可能 可能後來就是 持續幾個月之後就沒有了 除了收看寶貝好不好影像版本 想要收聽Juice愛聊更多的內容 你可以到Snowdown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Vox Google 博客都有更多的內容等著你喔